臺十一以縣三公里處石川部落往臺東路段 邊坡上百噸的岩石 六號晚間陰豪雨陰身崩塌 所幸會造成任何傷亡 不過交通一度中斷 七號一早 公路局立即派出 中機界進行搶通 應該是昨天晚上就已經下來了 應該很晚了 很晚才下來的 台西一線一百四十七點五公里處 六號晚間邊坡的土石也再度形成泥流 造成交通一度中斷 經過工程人員的搶通 七號上午已經雙向通行 台東持續不斷下豪雨 造成許多地區淹水 發生土石流的災礦 民眾要特別注意 以免發生意外 記者寶物 台東市東河採訪報導 總統 大陸